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以后私下也不要见面了 对了 我准备报警 你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说什么 跟你表白啊 兄弟你太不了解女人了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暗恋吗 就是害怕表白失败后 连朋友都做不成 那他如果不说 又怎么会知道结果呢 因为喜欢一个人 会不自觉地产生自卑感 更何况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就连他出车祸的时候 你都没有陪在他身边 那件事情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件事情可能只是导火锁 更何况他又不是单纯的车祸 当时心里应该很害怕 埋怨你很正常 你说不是单纯的车祸是什么意思 他是被人跟踪被人追的时候出了车祸 他没跟你说啊 追他的人呢抓到了吗 还没有 那个人戴了口罩 路里没有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 只看到他手上有一道疤 再加上是监控盲区所以 等等 你说他手上有一道疤 左手右手 右手 右手 你认识这个人 我需要求证一下 场地你买单 啊 一场 我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吃饭 上次是我心情不好 抱歉 我理解的 所以今天这顿饭 算是赔罪了 那能不能我选地方 随你 安全带 谢谢 我都不用 谢谢 我去买单 艾蜜 我现在不在公司 等我回去说啊 你还约了别人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放心 就算警察找到了我 也不会把你牵连进来的 因为是陆离自己撞车上 我没推他 快车能怪他自己命不好 你胡言乱语什么呢你 不是你因为陆离车祸的事 叫我来的吗 什么车祸 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 你自己发的信息啊 叫我赶紧过来 你自己看啊 你还装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演戏还演上瘾了是吧 起来 干嘛啊 赶紧走 起来 快走 既然来了 就好好聊聊吧 是你发的信息 多亏你这么多年 没换手机密码 来 来 来 你 你口红花了 啊 我去卫生间布一下 你等我一下好吗 什么情况啊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陆离看见 持刀追他的人 右手有道伤疤 我跟你说 我只想吓吓他 让他早点离开你 其实我可以对天发誓 这陆离的车祸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他自己撞到车上的 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我指使他的 你当时说话呀 是我呀 跟我们家小曼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我 我自作主张 别装 演戏还眼上眼了吧 这话是他说的吗 没有演戏 是他在胡说八道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你指使他 他会认识陆离吗 是因为我们家小曼啊 一直放不下你 而你又有了别的女人 所以我之前才跟踪过你们 所以你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 那当然了 昨日还打骂自己女儿的父亲 这次 竟为了女儿的感情考虑 还说你们没有在演戏 一丞 不是你想想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跟你好好解释解释 行吗 之前不告诉我真相 是为了你们演一出戏 让我自己发现三年前的事情 是为了让我更加愧疚对吗 你真的变了 变得我已经不认识你了 对不起 我就是 想让你重新爱上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过去世是过去世 永远成不了现在进行事 我跟你的感情 在三年前已经结束了 可是在我这里 没有结束 你说我变了 是 我是变了 可是如果我不变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 做到现在的位置 我也没有办法 达到你妈妈的要求 我更加没有办法 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 我做这些事为了谁 我都是为了你 所以我就该接受 你做事的方法跟结果吗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只是不甘心 是我不甘心 还是因为你爱上陆离了 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以后私下也不要见面了 对了 我准备报警 你 什么玩意儿啊